为了对付绝无神的不灭今生 布京云带着楚楚来到乐山大活 准备取出尘封在此的绝世好剑 布京云带着绝世好剑回到断情居 引起了朱皇的好奇 朱皇端详片刻得出结论 剑虽然是一把好剑 可现在却只是一块废铁 众人闻言皆是脸色沉重 第二梦追问朱皇是何说法 这笔剑很配你 不过绝世好剑没开封啊 根本灭不了绝无神的不灭今生 布京云接过绝世好剑 询问朱皇要如何开封 朱皇表示绝世好剑是由制寒黑铁铸成 制寒之物要以制热之物才能开封 而所谓的制热之物 包括有情之心和至爱之血 具体需要哪种朱皇也无法确定 众人闻言都思索了起来 全然没有注意到楚楚的异样眼神 夜晚降临 布京云猛地发现不见了楚楚 正当布京云四处寻找楚楚之际 门外一个黑衣人一闪过 布京云拿起绝世好剑追了出去 一剑斩伤了黑衣人 谁知黑衣人竟是楚楚假扮 他的目的就是要用他的血液 也就是朱皇口中的至爱之血 替布京云的绝世好剑开封 这是他唯一能帮布京云的地方 而布京云则是无比心疼 他宁愿绝世好剑永不开封 也不愿看到楚楚受到伤害 后怕不已的布京云抱住楚楚 这位号称不哭死神的男人 终于流下了人生中的滴一滴眼泪 布京云的眼泪滴在绝世好剑上 竟是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绝世好剑散发出数道金色光芒 瞬间照亮了整个段情局 惊醒了熟睡的聂风三人 三人连忙出门查看情况 见到了依偎在一起的布京云和楚楚 以及正在开封的绝世好剑 楚楚本想用至爱之血涕绝世好剑开封 不曾想歪打正着感动不经云 或使不经云留下情泪 同样达到了开封的目的 这一剑总算是没有白兽 为了增加击败绝无神的胜算 聂锋利用他如鬼四妹的身法 悄悄潜入无神绝宫 见到了深陷淋雨的吴明 吴明并不着急离开大牢 他要趁此良机修炼万剑归宗 而他们平时吃的饭菜中 被绝无神放了马骨香 很难恢复以前的功力 吴明拜托聂锋暂时留下 伺机寻找马骨香的解药 替被囚禁的众高手恢复功力 聂锋因此扮作鬼岔螺的样子 在无神绝宫四处游走 试图找出马骨香的解药 好巧不巧 他刚好来到了盐营的房间 并且成功见到了盐营 都说母子心连心 虽然过了十几年 盐营还是一眼认出了聂锋 你是疯儿 你还记得我 疯儿 你是娘朝思暮想的疯儿啊 娘怎么可能忘记自己的儿子呢 不 我不是你儿子 我爹和我早就认为 你已经死了 你爹 他还好吗 你还会关心他 他死了 他是因为你而死 聂锋认为要不是盐营出走 聂人王也不会死在凌云窟 心中很是埋怨盐 盐营亦是非常自责 询问起聂锋的来意 在盐营的指导下 聂锋进入了绝无神的藏宝密室 从密室中找到了马骨香的解药 有了马骨香的解药 大牢中的众多武林高手 皆是锦罗密鼓恢复起了功力 无明打算挑选合适的时机 一起动手向绝无神发难 数天之后 绝无神即将登陵至尊至位 他穿上龙袍找来的无明等人 要无明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幕 为了羞辱无明 绝无神要无明跪在他的面前 无明气定神闲依然不动 嘲讽绝无神是恶虎披羊皮 绝天剑状把刀砍向无明 却反被无明震飞了出去 你的武功已经备飞 怎么还有内力 有内力更好 老夫今日教你真正的实力 教你跪得心服口服 我 她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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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